我真的很无奈是因为 我平常的人设其实就没有很好 我人设扎归扎 我知道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来看好兄弟打全赛 所以我其实还是不想要失交 那我说实话我就是一个解决事情的人 因为我是开公司的 我个人是这样啦 就只要有人不开心不舒服 我们先解决人的感受 不舒服我就道歉 但是道歉不代表我有做不对的事情 或是我有做错 所以后面我才会说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那如果要告 那就告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那事情发生的当下 其实我是感受到疑惑 是问号 所以我到现在持续还是维持着这个疑惑的感觉 就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从五年前我一个要退团到现在 我这五年每一天都在道歉 包含三年前在勾二那边和好 我也在道歉 然后我现在会突然有一种感觉被利用的感觉 你看我都没讲话闷不吭声嘛 一下要开记者会 一下要不开记者会 你们是不是记者会都被放了吗 是吗 感觉怎么样 我真的很无奈是因为 我平常的人设其实就没有很好 我出来不管讲任何话 大家都会觉得 酷炫就是一个很花心或是怎么样的人 我人设扎归扎 我知道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这五年来 他们跟多少媒体放话 讲说什么 我封杀他们 我跟踪他们 甚至说我 发小账 这个自导自演太夸张了吧 我账号已经满了 连我女朋友的爸爸都传新闻来问我说 你是不是真的跟那么多什么艺人网美上货床 如果他真的觉得他委屈 我愿意让他去讲他的感受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很奇怪 五月的时候见面 传讯息跟我说 很感谢你 然后写了一大堆一百字吧 然后说 谢谢你当初对我的照顾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初这么讨厌你 一直处心积虑什么不开心 我现在终于放下对你的成见了 然后最近就突然爆出这件事情了 抱歉我讲太多了 我抱歉 因为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孙身上 抱歉真的很抱歉 不好意思 要偷拍这件事情 我绝对没有偷拍 我已经讲过 我没有做违反法律的事情 我不会做这种事情 那我们就先 但是很抱歉 抱歉 很多厂商跟我的家人 他身边的朋友担心了 我要跟你们讲 我不是那样的人 大概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 不好意思 我跟库炫是认识的 对对对 渊源 这个创播你有关注吗 我还蛮关注的 因为其实 因为我知道他贴母的剪片室 因为我有去过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有帮他拉一些厂商 他很好 我刚开始我觉得他蛮善良的 然后就是他是一个很单纯的男生 新宣发这个文的时候 我有去关心一下 因为我觉得就是毕竟YouTuber圈 就是太多女生想红了 然后也很多人因为YouTuber 然后很多团体就是因为这个起来 赚很多钱嘛 那如果有一些情感上的问题 我觉得我不意外 他们那个算是开放式关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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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